这个书缝别针 来演示一下怎么给它弄上去 它这个别针这样子的 先给它打开 给它戳进去就跟普通的别针一样 这样斜斜的戳进去 先往下再往上调起来 然后就会有一个小尖尖在这里 这里有一个小尖尖 但是你就很难用手这样去弄它 拿一个描图用的铁笔 它通常是两头尖的 这一头比较小 我们平时用买描图 用这一头多 这一头大一些 这个铁笔它常见的是木头饼的 我这个是黑色塑料饼的 它用法都一样的 不要计较那么多 给它把这个 仿佛有一个小猪猪的地方 它这边有一个凹陷 把这凹陷就这样子卡在这边 然后它往上抬 那别针再往下 就能这样别上了 拆的时候也是把它放在下面 这个凹陷是会卡在这里 然后你用力的话 它就可以拖出来 这有四个号 如果你的平布铺棉它很厚很烹 你就号就要往大了选 如果是比较薄的平布铺棉 就要往小了选 越大的号 金属丝的部分就越粗 所以你别针在开盒的时候 会比较费力 当然也要看你自己力气大小了 正常情况下 就建议买一个小号的 或者说也可以每种都买来试一下 然后再来试试一下